产生月份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month,day跟eer 把这个日期抓出来 那基本上它是格式 里面放的是一个日期的日期格式 那如果说呢 我们今天换了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是 这个Q201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拆解出来 基本上当然方法很多 如果你用原始的方式 其实有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想说 老师那有些程式你会写 可是我们不会写啊 那我们不会写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没有关系啊 上面有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录下来 那你会跑回圈 你就可以写得出来 对不对 比如说好 我举个例子 像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功能 叫资料剖析 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剖出来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这个资料剖析 这资料剖析就是说 如果你中间有间隔的符号 比如说Dash 你可以用Dash把它切割开来 它会帮你把中间间隔东西切成 有没有 如果在中间间隔两个 它会把这之间的资料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年月日 那比如说资料剖析 你按下去 特别是要 你游标先放在这个日期的上方 它会自动侦测 它会问你说 你这个是 分隔的地方是在哪个 你可以按照分隔符号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固定是分隔符号 是一个Dash 或者是固定宽度 以后如果资料是固定宽度 你也可以把它切开来 那这里的话 我们要分隔符号下一步 那这里再来打勾其他 输入一个Dash 然后它就知道 帮我把它隔开来 按下一步 接下来的话 它会问你说 里面的资料是要放什么 什么样的格式 因为这里面的话 你用一般就好了 或者你用数字 应该也说 用文字或一般都可以 因为这边有补零 你不能用数字来使用 不然的话零会不见 OK 那如果你要保留的话 基本上 那再来的话 目标储存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很重要 目标储存格的位置 它现在在哪里呢 在I2 所以如果你按完成的话 它这个原来资料会不见 所以请你把它改成在J2 J2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们把资料 点这边J2的地方 这个要把它改成J2 目标储存 J2 OK 这接下来按完成 它就帮我们把这三个资料 放在这三个位置 按完成 OK 但是问题来了 放过来顺序不对 对不对 那还有就是说 它只有放一个 那总不可能说 我再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如果说我今天会做一个之后的话 那其实